昌东顾不上和说什么,直接回来找叶刘希。 他果然对什么都是一副我可以接受的态度,就是风沙作怪。 昌东从车上拿了个风停下来,是个细景的空啤酒瓶子。 他把她正放在叶刘希面前,然后随手推倒,刮风,倒了瓶子,很正常。 再来一次,正放,然后掉了个头,瓶口朝下,颤微微倒立起来。 刮风,把瓶子吹成这样,你觉得是见了鬼。 叶刘希恩了一声,昌东没说最后那句话时,他确实是想说,见了鬼了。 其实都是风,只不过跟我们常规的认知有差异,我们觉得风就是把大扫帚划一下扫过来。 等风过去了,树都该往一个方向折腰。 但这两天在白龙堆,起的风极不正常,大风里有卷风,小股风,以及快速出没的乱流,沙利没有自行运动的能力。 他们只能被风卷带,迅速聚合成类似触手,就像。 昌东想起关于玉门关的那个传说,有那么大一个城,玉门关都被风吹化了,成了沙子。 整个沙城都被吹上了天,在沙暴里,重新集结成城。 有人说,你在深夜沙暴里隐约看到的黄土方城,其实是玉门关的鬼魂。 和这两天一再遭遇的触手一样,如果被吹上天的黄沙要重新集结成城,一定要有各个方向的作用力, 这样才能相抵相依,达成平衡,诉出飞翘的眼角,弧形的门洞,平直的城墙。 否则那些沙子,就只是随着大风向而动的沙子。 夜流溪催她,就像什么? 昌东回过神来,正想说话,忽然听到远处传来车声。 她下意识扫了一眼淫地。 所有的车子都在。 星号,星号,星号。 再过了会,车声越来越清晰,来路腾起烟尘,确实是有车来了。 梦惊古月了,呦,这两天白龙堆可真热闹啊。 话音刚落,一辆大妾诺基狂飙进来,开车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 他探出半个身子,激动地一直朝银地挥手,声音洪亮, 哎呀妈,可找着有君了。 霍雅他们听到动静也出来了, 看见有新人进来,心叫糟糕,挥巴他们的尸体还没收拾呢。 肥唐是知道端倪的,心里有点猛,不明白这辆吉普什么来路, 看昌东时,昌东略点了点头,事宜看看再说。 只有梦惊古心无旁骛,大笑着迎上去,欢迎欢迎,打哪来啊? 东北的,那人画匣子开了就住不了, 我们自驾游,三辆大妾,跟GPS走的,也没请向导, 本来都不敢进白龙堆,后来看到车折子,我心说跟着走走看呗, 所以开进来探路,感谢兄弟呀,旗标都插上了,老贴心了。 车折子,旗标。 昌东的心忽然猛跳,抬眼看,霍雅正悄无声息往帐篷后溜, 边走边打手势,示意几个手下赶紧跟上。 星号,星号,星号,没过多久,另两辆切诺机就跟进来了, 霍雅的大仗几乎没人,昌东这头又不热情, 梦惊古的营地俨然成了外联中心, 新来的女女友已经拉着乔美娜她们探讨起干燥环境里的护肤心得了。 昌东试了GPS和卫星电话,搜心都已经恢复正常, 她留夜流溪和肥塘在原地,自己开车出去了一趟。 没有走很远,就看见了自己进来时沿路叉的最后一根起标, 依然抵死在一处土台的凹处,干身略弯,但上下都牢靠。 又在周围找了找,前一天看到的那些弯折的车折, 两道碾入土台下的诡异胎硬,都没了。 回到营地,霍雅那群人已经回来了,居然正在拔营, 动作粗暴,大仙大翻,扬起的土尘,甚至波及梦金谷银地。 东北旅游加入之后,乔美娜觉得几方人多,气眼明显高涨。 喂,能不能小点动静?有点素质型吗? 霍雅跟没听见一样,只是嘶哑着嗓子吼,快。 快点。 昌东看向夜流溪,她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昌东下了车,大踏步向霍雅走去, 霍雅跟没看到她一样,血红了眼,脖子上条条青筋梗起, 快点,别他妈墨迹。 昌东攥住她胳膊,大力把她拖到一边,是不是没找到灰疤的尸体? 霍雅僵了一下,是不是…… 霍雅抬眼看她,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顿了顿黑黑干笑起来。 是,没找到,三个人都没找到, 昨晚留下的记号也没了,鞋也没有,棺材也没有, 也没有那个挖开的土台,都没有。 看在大家一个锅里捞过汤的份上,我劝你一句,赶紧走吧, 再不走,下一个稀里糊涂没的,就是咱们了。 她嗓开昌东,一仰脸,面色重右凶悍,收不完就算了, 待上命就行。 昌东退开几步,看之前人气最旺的大帐,摊成一片狼藉, 东西迅速装车,四辆车,来时满座,现在人数少了近一半。 车子缓缓驶离,霍雅坐头车,淋出营地时又杀住, 沁下车窗,狠狠冲着营地吼了句。 老子这次做件好事,提醒各位,赶紧走, 别他妈以为这儿是度假村,不然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说完了一挥手,车子绝尘而去,没再回头。 因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出,营地里有片刻安静, 过了会,梦惊鼓纳闷地看, 哎,老板,是我看错了吗? 他们人是不是少了好多呀? 昌东心里有了打算,他大步回到车边, 让叶刘西上车,又吩咐肥唐, 马上收拾东西,开车跟我走。 肥唐毫不迟疑,小跑着奔向自己的车。 眼见第二拨人紧跟着拔营, 梦惊鼓真慌了,也顾不上和昌东一直不搭对路, 小跑着过来,硬扒住半开的车窗,怎么回事啊? 前两天又刮风又刮沙的, 现在难得遇上了好天,怎么都走了? 昌东说,霍牙缸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你有那个胆子,你留。 说着踩下油门,梦惊鼓见车要加速, 赶紧撤手,呆呆站在一边, 在车后视镜里越去越远。 昌东输了口气,夜流戏有点奇怪,怎么了? 灰疤他们的尸体不见了,棺材也不见了, 或者说,昨晚我们到过的那个地方, 整个儿不见了。 夜流戏明白了,你想让人离开那个地方, 他们会跟出来吗? 会。 梦惊鼓不喜欢担责任,习惯搭伙做事, 又好跟风,两拨人都突然走了, 他会走的。 星号星号星号, 不知道霍牙他们是往哪走的, 昌东出了白龙堆之后, 直接续上哈勒公路, 走了一段搓板路之后, 路面渐渐平稳, 肥唐一路大气都不敢喘, 死钉前车, 生怕一个走岔就和昌东失散。 直到他突然发现, 路边出现了S235省道的里程碑。 道省道了。 肥唐激动地差点哭出来, 暗色的省道路面在戈壁严浅滩间延伸而去, 白龙堆亚丹还在, 但见成一抹越来越淡的背景, 肥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在那待了两天, 而且胡伦着走出来了。 他眼睛都有点湿, 抽了张纸巾擦了擦, 又醒鼻涕, 有种在世为人的感觉。 静中午时, 昌东停车, 肥唐从手台里听到他的声音, 要剪戈壁玉吗? 这趟不能让你空跑。 很多人把萝卜之旅称为探险探宝集一体, 说探宝是找古城遗迹, 那其实是开玩笑, 更确切的, 是只去戈壁滩上捡玉石。 近些年戈壁热销, 不少人专门开车进戈壁滩检宝石, 譬如宝石光, 金丝玉, 蛋白石, 官网上总结出来的碱石路线就有十六七条之多, 甚至还有口诀, 什么某某村往南是七公里, 左拐三公里有玛瑙, 右拐两公里有化石。 昌东竟然说了不让他空跑, 必然是把他带到了好地方, 肥唐喜出望外, 连连点头, 捡。 捡。 他手忙脚乱, 倒空了一个手提包, 跨在肩上, 就冲下了路机。 星号星号星号, 昌东下了车, 天油其蓝, 大朵的白云压得很低, 远处黑褐色的戈壁山色泽分明, 像视觉冲击力极强的油画, 横跨于一片无人的死寂之中。 昌东倚住车身, 直远处肥唐欢欣趣乐的身影, 肥唐够贪的呀, 我心说他能减个一两块, 赚个万八千就可以了, 结果他背了那么大一个包。 叶刘夕坐到地上, 舒展了一下腿和手臂, 在车上窝的时间太久, 浑身不舒服。 昌东看到他脚上的白色纱布, 伤口怎么样了? 还行吧, 早上我又换了一次, 没再流血了, 但也没好的迹象, 伤口还是湿漉漉的。 正常, 养着吧。 叶刘夕抬头看他, 现在出来了, 我就问你, 你还回去吗? 昌东不动声色, 你呢, 你回去吗? 叶刘夕笑, 当然回, 别忘了, 我哼过那首歌, 也开过那口消失的棺材, 白龙队不管发生多么可怕的事, 在我看来, 都是在引我回家, 倒是你, 连孔央的影子都没找到。 他忽然想到什么, 纠正自己的说法, 也不对, 你只搜找了一小片区域, 也许继续找, 会有收获的。 昌东摇头, 未必。 叶刘夕奇怪, 为什么? 昌东在他身边坐下, 车侧有影子, 恰照住上身, 腿却伸在外头, 太阳直晒, 两个人都是一半阴凉, 一半烫热, 一半晦暗, 一半明亮。 一直以来, 罗布泊盛行很多恐怖故事, 但翻来覆去, 都是那几个套路, 神秘的失踪, 夜晚行车时, 忽然发现多了一辆, 在绝不该有人的地方, 发现了村子, 下次再去, 再也找不到了, 网上一搜, 到处都是。 也有人给出各种解释, 说的最多的是平行世界, 那时候我不信。 现在信了, 昌东斟酌着该怎么切入, 你觉不觉得, 我们进入白龙堆之后, 两天封杀, 两天和外界失联, 又发生了很多解释不了的惯事, 其实是因为, 我们进入了另一个白龙堆, 姑且把它称为二号, 他用手在地上画了个圈, 这是我们的营地急周边就近, 他没有发生改变, 一号和二号白龙堆, 都是可以和他完美衔接的外围环境。 说完美衔接也不确切, 应该叫粗暴衔接, 他第一次查看车车时, 曾经发现自己的胎硬 在距离营地一公里处忽然断掉, 那里或许就是街缝处。 我们进白龙堆的当晚, 起了沙暴,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所有人, 整个营地, 已经身处二号白龙堆。 但今天早上, 天气晴好, 不知道因为什么, 我们又回到了一号。 所以, 二号环境中发生的一切, 被挖开的亚丹, 装了皮影人的棺材, 灰巴的尸体, 以及地上的血, 都不见了。 孔央被嵌进黄土龙堆里的尸体, 如果真实存在, 那一定也是在诡异的二号环境里, 但我想不通的是, 那个二号白龙堆, 为什么会出现? 叶刘夕沉吟了一回, 你忽略了一件事, 诡异的并不是白龙堆。 为什么? 你太把自己局限在白龙堆里了, 怪事不是在白龙堆才出现的。 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灰巴营地住的第一晚, 见到了鬼火和大帐上的皮影人, 那时候, 我们距离白龙堆还远得很呢。